字幕维 öon Hello Hello 欢迎收看 《讲讲台》 今集是《我其实是德》 还有老温 大家好,我是老温 大家覺得很神秘,不過認識他幾十年了 現在是不神秘的 其實我們的聚會或港在都見過 一定出現 不神秘的了,加入了進來就不神秘的了 繼續說回想當年 30年前他剛剛來的時候 那時候去市場吃飯,很貴 但我們最聰明的是自助餐 洗門丁也有的,當年也有 簡直每次去之前都很興奮的心情去 因為選擇又多,又任你夾,又很興奮 飯任筆 又湯任飲 但現在是否好像少了很多 自助餐店,感覺上 還有飯是逐碗計的 對,少了很多 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是飯任汁 其實現在這些生意做不住了 因為他做那麼多菜 放在這裡吃不完又浪費了 租金又貴了 可能現在租這麼大的場地 又收得不貴這些東西 貴又沒有人幫襯的 因為吃自助餐的時候 我們發覺是最便宜的方式 多花神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吃了一餐 兩三個菜還是多少 好像三四十塊而已 幾十塊 即是十塊一個菜 飯是免費的 我在大學期間是最窮的 很窮很窮的時候 試過一餐吃二十五元 自助餐那些 一個菜 我夾一塊菜而已 再給錢就是二十五元 飯任筆 喝東西任不喝的 但二十五元的菜算貴的 應該可能是雞腿來的 是啊 我都給你猜到 你這個青菜怎麼這麼貴 青菜都要十五元 十五元左右 我記得 那吃齋怎麼可以 那些運動人 需要體力 一定吃個雞 不是雞腿來的 其實是雞扒 一塊雞 是腿扒 二十五元 飯任筆 一個雞扒 吃三五碗飯 哈哈 哈哈哈哈 我都給你虧了 那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第一次吃自助餐 都是在學校 學校是最多這件事的 學校 是 哪間學校 在橋大 你說東海 東海 東海才是自助餐 東海也是自助餐 但我們在橋大的時候 我們在外面都吃自助餐 在橋大反而少 因為學校宿舍 我們出台北 你都要吃飯 我們除了去高級麥當勞之外 就是自助餐 就是自助餐 是 總之那時候 來了台灣 沒多久 接觸自助餐的時候 覺得 簡直是臨狼滿目的 那些東西 擺得很漂亮 每樣都想配合 很棒的 還有那時候 是 斷份算的 有時候這些菜 配多些 都算一份 是 你知道擺得漂亮一點 不要爆出來那種 好像火山那種 都算一份 一份 那些菜 10元 可能比較貴 20元 25元 尤其是你專門選擇 雞腿肉 那些最貴 或者一塊豬扒 那些 我很少看豬扒 我不喜歡豬扒 一向都最討厭豬扒 是 又不知隱喻些什麼 我明白 但是後期 你有沒有發現 台灣的自助餐 已經進化了很多東西 我不知道你最近 有沒有去那些自助餐 因為附近都收拾了 收拾了 其實有些有規模的 現在還OK的 是斷床計還是怎樣 不是斷床 它是斷殼計的 譬如你筆一學菜 大概是平池 平的湯匙 20元 譬如你夾一塊肉 它就算好了 多少錢 那些飯也是任吃的 但是加上它現在多了很多款式 因爲可能競爭大 有些炒麵任夾 有炒麵 你知道的 現在是炒麵 有些粥 那麼正的嗎 地瓜粥 它是連鎖店嗎 它不是連鎖店 它是一個很規模性的自助餐 類似的 它叫做青竹小菜 類似的 台北現在都有的 青竹小菜 逐件計 我將來 私底下再告訴你哪間 那間我經常去吃 那間是OK的 但是遠一點 真的要開車去 哦 在頭中哪個區 在南豚區 嘩 那麼遠 向上路附近 那間類似的叫向上自助餐 對 你可以搜尋一下 是很棒的 那些菜又很棒的 那些菜又很棒的 那 環境優美的 落地窗那些都齊了 那麼浪漫 是啊 電視啊 什麼都有 紅茶任喝 炒麵任夾 飯任吃 粥任吃 還有甜品 是啊 是啊 它做些什麼 我們叫什麼 糧粉那些 台灣叫鮮草 鮮草 是啊 淫筆 或者做些珍珠那些 黑糖珍珠 也是很棒的 那這個 現在進化了 不像以前我們那些 那樣 我也是很happy的 每次去那些 嘩 好像真的有吃鮑菲 那樣的感覺 當然不是每樣都吃得到 就是選你對的來吃 那麼 吃自助餐是很有特色的 哦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好像是你帶我去哪裡呢 去醫院吃自助餐 哦 哦 是不是好像是你帶我去的 那時候 醫院我帶你去嗎 長庚醫院 那時候我們是在橋大的 林口那間 是 我帶你去嗎 是 你帶我去 是嗎 我不知道 總之那時候我們是 在學校附近 坐兩個巴士站就到了 是啊 我們那時候還在讀 是啊 我還偷偷 不是偷偷的 不知道找哪一天 假日去的 平時放學都去到 都去到 不過就 不知道有什麼事才會去那裏吃東西的 順便去打長樓電話 還是不知女兒那些 好像是 因為學校打了長樓電話 全都排隊 不知道有個電話 排隊 真的有一套什麼那些年 一鬼一樣 排整個小時未到你 如果有些急事 我們就去長庚醫院 打電話 那裏夠多 就是 因為要打巴士去嘛 是啊 學校 如果學校吃完飯 就太晚了 學校不知八點後 就不能進學校了 是 是 所以放學四點多 就要跌倒過去 然後吃完 即是打個電話 吃完飯 回來 趕八點進來 類似的 那時候更加震撼 那個餅廳 誇張到它是一個 大的自助餐的模式 然後好像還有一些 另外那些 我忘記了 很多餐廳 很多很多 但那些食物呢 可能比平時 我們見到的那些小店 可能數量好幾倍 人呢 多到好像街市那樣 牆呢 直接好像籃球場 大個籃球場 我想 那時候是很虛陷 整個好像禮堂 那時候 哇 那時候很興奮 不過 講起這個自助餐 那時候很興奮 那時候我第一個 有一個印象就是 去到醫院 我覺得 那個煙是很特別的 其實 就是 是很 我會覺得很先進 我都算是 都是先進的 因為去到 經常聽到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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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都經常印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噢 嘻嘻嘻嘻嘻 是啦 是啦 我印象最深的是 這樣的 噢 我會覺得這個醫院很漂亮 還有很有規模 然後 其實去到餐廳吃飯 你不覺得它是醫院 不覺得啦 就像一個購物店 是呀 很漂亮 但是食客就 來不去一隻 躲著手啊 躲著樓椅啊 或者吊著什麼 鹽水 在那邊吃東西 你就才知道 原來是醫院的 是 不是 它裝修都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整個好像餐廳 很棒的 大禮堂 嗯 那時候的印象 可惜那時候沒有怎麼拍照 哦 那時候 那時候幾貴呀 以前拍照 沒有什麼好拍的 拍照要洗 要洗 要洗 要洗照 那時候的印象就很漂亮 食物又正 還有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學校 周不時經常有個夜市 經常供出來 學校 你說橋大那一隻 橋大 是 是不是下來了 很臨口 不知道什麼位置 是啊 是啊 好像去過一兩次 我不知道你 你可能高級一點 不去夜市 不是吧 去巨扒 我經常跟隔離論社 都會去一下 扔一下飛錶 扔一下水波 為什麼扔一下 扔不中 扔一下水波 夾在那裡 那時候我記得是 每次出去 走夜市回來 我們學校的路 是很恐怖的 是 那條竹林 是 聽說真的有鬼 不過 這些 這些 這個下集說 鬼故? 有些經歷 真的? 有些經歷 下集說 這麼恐怖? 好 今集是有私 下次再去 即是留給我驚喜 下次給別人聰明嗎 是的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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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